吃了那個水果還是很餓 一整天都處於飢餓狀態 因為完全沒有飽食感 Hi 大家好 我是Stev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次是久違的挑戰系列 要挑戰什麼呢 就是挑戰兩天 也就是48小時 只吃蔬果 那看看身體會有什麼變化 到底是會變瘦呢 還是排便會變順暢呢 好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有訂閱我的人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加開啟小鈴鐺 那這次蔬果挑戰規則呢 就可以吃所有的蔬菜水果 那包含了五穀分金類 蔥蒜辣椒 因為他們也都是泥土長的嘛 所以都列為蔬果的一種 那另外還有豆類 那為什麼豆類也算進去呢 因為就是怕蛋白質會不夠 因為我們就不吃主食 例如說像飯麵啊 肉啊 肉不要嘛 那還有雞蛋 這些都不吃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這48小時會有什麼變化吧 GO 嗨 各位 現在是我們48小時的第一天 然後也是第一餐 那在吃早餐之前 我們就先來量個體重吧 那看看這兩天到底會有什麼變化 但我覺得我的體重應該蠻可怕的 因為最近確實沒什麼在運動 OK 那我們就來量量看我現在的體重嘛 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真的是蠻久沒有運動 而且應該胖蠻多的 哎呀 幫大家拉近看一下 94.9啊 快逼近 冷神巔峰了 好 吃早上去 各位 這是我今天的早餐 我選的是兩香蕉跟一罐蔬果汁 那它這蔬果汁是叫做紫拿鐵 就是全家新的飲料 還有另外一個是綠色的 那紫色的都常都是以水果類為主 然後綠色好像會有一些青菜 OK 那我這樣選是想說 這樣感覺應該可以吃得最好 因為畢竟香蕉算墊粉類嘛 到時候吃完看怎麼樣再跟大家說 而且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在陽台拍 其實我吃早餐都很喜歡在陽台 因為我家有一隻毛 它都一直靠近我 怕它那個毛都會掉到我那個裡面 掉到早餐裡面 所以我就習慣跑出來吃 好 那我就先吃囉 各位 今天是我上班日 所以在吃午餐前 真的餓到受不了 因為我還要去找一下客戶 所以我又拿了一個香蕉來吃 剛好公司昨天有拜拜 所以就有香蕉可以吃 好 那我等一下再拍午餐給各位看吧 現在呢 我要來吃我的午餐了 就一樣就是吃菜 然後喝湯 增加飽足感 OK 目前小包想幫我切了水果 因為我其他幫我切水果 因為目前是48小時的第二餐 那我已經覺得 吃蔬菜好像吃的蠻膩的 那相較起來好像 50元便當還比較好 因為我可以吃到很多種類的東西 比較有滿足感 好吧 那我就先吃水果子雞吧 嗨 各位 我們現在要來看電影 我們要來看歌吉拉 然後有準備一個小食物 是我的點心水果 因為我怕我真的會非常餓 現在目前的狀況還是蠻餓的 所以還是要一直吃 蔬果類吃水果感覺會比較衝擊一點 剛看完歌吉拉 吃了那個水果還是很餓 整天都處於飢餓狀態 比上次50元一餐還蠻多的 因為完全沒有飽足感 那你很客吉拉可以吃的嗎 客吉拉很好看啊 推薦嗎 推薦啊 大家可以去看 這是一個爽片的概念 那我們準備要祕食好看 好 OK 那你要吃就好看 還不知道 還在想 有什麼可以吃 各位 我發現了一家店 它是都是賣蔬菜的 很適合我 它是專門蔬菜的滷味店 所以我就決定要吃它 因為蠻多種類可以吃 還有南瓜 至少人飽食感會比較夠 吃個紅蘿蔔 吃個苦瓜吧 蘭瓜拿兩盒 再來 我們就來吃個白菜 跟玉米選好了 啊 還有香菇 這些香菇 但是這個 金針菇啊 好 就這樣 這點薑包 這點薑包 麵不用 1個 1個 2個 各位 我的食物來了 在這邊 這是我所選的 看到辣椒 馬上二話不說 直接加辣椒 可以 魚味的食物 然後就是小芳小芳幫我買了 炸物的蔬菜滷味 相信 相信今晚應該 就比較保育 OK 那我要開動 因為沒有辦法 再吃 我覺得這家蔬菜滷味可以買 因為它的湯頭是藥山湯頭 所以其實蠻好吃的 那 這樣吃完的話 大概 4分飽吧 因為加渣椒湯 沒關係 那等下再吃個水分嗎 等下回家 先 加卡卡 最好是睡覺之後 就不會餓 希望如此 嗨 各位 現在是第二天早上 準備要吃我第二天的第三 早餐 那昨天吃完了一整天蔬菜 然後會覺得 感覺營養確實好像比較不夠 因為頭會有點痛 那我決定今天早餐 我要加入地瓜類 因為地瓜也算是蔬菜的一種 所以我決定吃個地瓜 然後增加一些澱粉 才比較會有力氣 OK 那我等一下就來量體重 看看有什麼變化吧 各位 所以 今天的早餐呢 我就加入了這個 香蕉 然後 還有這個地瓜 跟一個黑豆漿 因為多吃一點澱粉 跟豆類的 我相信營養才會比較充足 那也比較不會這麼難受 好 那我就先吃飯啦 各位 那我們要來吃午餐了 那經過昨天的慘痛教訓 所以我們特地整理了一下我們的食物 那我覺得選一些比較調味的 像是泡菜 或是味道比較重一點的 吃起來也會 口感會比較好 然後還有這個飯 很特別 它是花椰菜飯 全部都是花椰菜 是小幫手幫我用的 白花椰 白花椰 對 反正就很健康啊 那今天看起來是蠻豐富的 應該可以吃得飽 現在正在上菜中 肉還是沒有辦法吃 所以一樣先挑幾個青菜來吃吧 我說 只能吃愛的橘山 嗨 各位 終於結束我們48小時的蔬果挑戰了 那我覺得自己的新的感想 總共可以分成主要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自己身體的變化 我覺得我在第一天吃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希望說 盡量就單純以純蔬菜水果為主 所以就幾乎澱粉類的也都沒有吃 就是像影片提到的一些五分類 那種番薯地瓜那一類的美食 然後第一天其實感受滿明顯是 可能營養確實比較夠 那到後面 因為我整個人消耗的熱量要比較多嘛 那就會變成好像 會有一些血糖比較低的狀況 可能會有頭暈 我認為應該是血糖比較低啦 就會頭暈啊或頭痛啊 會覺得很比較疲倦一點 所以到第二天我就會趕快改變測暈 因為畢竟做這個測試 還是為了身體健康為主 那一些無苦跟健健的本來也都是蔬果的 之一啦 但它只是不一樣的澱粉型態 那第二天吃了之後 其實整個人的體力各方面 我覺得就好很多 就營養會比較足夠 那我覺得最大最大的不同是 這兩天吃蔬果的期間 其實小幫手我很有感觸 就是因為 平常就很容易排放一些正常氣體 就人體循環之氣 然後我的氣可能都稍微的臭了一些 應該不是稍微還是非常的臭 其實坦白說 我腸胃版就不是很好 所以體內循環不好的時候 放出來的屁版就比較臭 可是這兩天吃這些蔬菜之後發現 循環確實好像變好 因為放出來的屁是完全味道的 你放就覺得 你只是聽到屁聲 但你聞不到味道 然後連大便我也覺得 也都有比較正常 不容易有便秘的狀況 然後大出來的也比較不容易臭 那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主要是身體的變化 那再來第二個是 體重上的變化 在我第一天開始時事的時候 早餐第一餐前量的體重是 94.9 那第一天結束之後 到第二天早上我量 量的時候變成 94.7 然後後來上完廁所就變成 93.9這樣子 所以其實 體重發現 明顯的降很多 多少可能是因為 消耗肌肉也有關係啦 因為 營養不夠或什麼等等 那到最後一天 結束量的時候 是94.4 這兩天 整天下來的時間 大概是少了 0.5 那因為其實我第二天 吃了也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可是第一天到第二天 其實是瘦一塊 對啊 將近快一公斤 後來第二天改變 也稍微吃了比較多一點點 份量也比較多 大家也都看得出來 因為體力上還是比較重要的嘛 可是你都沒有移動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之前影片講的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健康一點的瘦 其實我會建議運動還是很重要的那當然我之前也有提到說吃是很重要沒有錯 因為你吃的東西會取決於身體吸收的狀況 相信很多網友們啊 大家都有健身經驗 肯定都比我豐富 那我自己也有上過一些健身教練課 那他們也說其實要瘦下來最重要還是在於吃啦 當然運動是必要的 但你的吃飲食控制還是最重要 吃很重要 運動也很重要 所以呼籲大家 如果今天想要健康的瘦身 可以去看我減肥10公斤的那個影片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